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循序上有一个奥秘 是什么奥秘呢?答案极小情 先分享几段视频 刊语中在这儿看到一吨大石 如青蛙蹲坐在河边 河对面哀山里边有一条水冲刷层的沟毫 常言说入山观水口 细查之下确认这是守水口互习的情心 里面肯定有好学 像这种有情心或魔心守水口之地 常有好学 那里有一座山峰 山形如一只鸟 但是细看又像一只灵巧动物 如一只灵兽 敦守在那儿 像守护着什么一样 像这种如飞禽 如灵兽的山 就是护穴的精灵 说明对面的山上有好穴 大穴 到对面去找穴 肯定能找到好穴 太神奇了 这根大石头 太像鹰了 就像一只鹰 蹲在地上 微微张开翅膀 好像守护着什么一样 到那边去寻穴 肯定能寻到好穴 地理山川 就是这么的寻庙 真是神奇 这穴肯定好 这三短视频 就是刊与石镜中 镜到的石和山 像飞禽和灵巧动物的情况 由于原始视频没有保存 就只好从以前兵级的 视频作品中 齐取一部分 组合在一起 如果遇到石或山 如飞禽 如灵巧动物 看他的嘴和眼睛 其头嘴 手指方向 眼睛 事事毫不在意 实质 紧紧盯住的位置 就是续位 这就是奥秘 就是遇到这类情形 早续的规律 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点亮红星 点击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